1972年 在广东雷州半岛 与海南岛之间的穷州海峡 一艘美国核潜艇 在没有任何告知的前提下潜入了海域 其意图很明显 就是想要窃取我国机密情报 但是还没等他们展开一系列行动时 就被我军发现 但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要在近期访华 如果我军对美军核潜艇采取武力攻击 那么必然会再次加剧两国之间的矛盾 两国关系会再次下降到冰点 但如果只是普通警告的话 这样普通不养 所以当时我国海军 对于如何处理这一事非常头疼 最终无奈之下 只好是将此事报告给主席 让主席定夺 而某主席在听到此事后 不慌不忙 并给海军指出一条妙计 用此计策应对美军核潜艇 结果在这条计策的施展下 没合过核潜艇 愣是在原地待了七天七夜 不敢轻举光荣 那么当时毛主席所施的计策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让小编带你们来了解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 新来的朋友可常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讲 20世纪 美苏冷战已达到领风 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恶劣 一方面 由于意识形态和朝鲜战争 中国一直在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中国已经击落并击伤了30多架美国侦察机 这些侦察机恶意侵犯中国领空 并试图刺探中国情报 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不愿牺牲主权 乃迎和苏联 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中苏边境爆发了许多冲突 在毛主席被战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的国防教育已遍及全国各地 真可谓是七亿人民七亿兵 万里江山万里平尔 处于国家安全前沿的沿海地区渔民 接受了更多的教育 形成了高度的反舰防碟意识 这也为下一步扑平了道路 20世纪70年代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惨败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彻底崩溃 阿拉伯对抗 随着石油禁运的实施 美国在冷战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为了扭转这种下滑趋势 美国开始向中国伸出橄榄枝 中国还需要一个强大的朋友 来缓解苏联带来的压力 因此双方立即达成一致 在基辛格1971年 秘密访华期间达成共识 并为尼克松1972年2月下旬 访华确定了时间 然而 在这一关键时刻 从海军地区传来了一条大消息 这立即引发了整个中部地区的骚动 中国渔民在琼州海峡 发现一艘美国核潜艇 秘密监视中国情报 原来当地渔民 在捕鱼时 碰巧经过一艘货船 这很正常 但老渔夫发现货船下面有一个大个子 这东西很暗 在太阳的折射下 它看起来大约有两百米长 比货船的一半还要长 根据老渔民的分析 这玩意儿 绝对不是什么 因为南海最大的鲸鱼 只有二十多米 不到这东西的十分之一 经过仔细观察 老渔夫们最初猜测 这是一艘潜艇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潜艇 经过再三考虑 老渔夫觉得不对劲 如果这是他自己的潜水艇 他会这么悄悄地 跟着我们的货船吗 当时 中国的主潜艇 是仿佛苏联建造的 033级常规动力潜艇 总长度只有70多米 不到这个东西的三分之一 所以老渔民认为 一定有问题 老渔夫立即将发现了异常情况 像海口市公安局报告 公安局也意识到了 事件的严重性 立即打电话 给海南军区解释了整个事件 海上军区派出数十艘驱逐舰 开始寻找海上潜艇的位置 经过全面搜索 中国基本确定该潜艇是 美国最先进的 拉法耶特级核潜艇潜 它长129.5米 排水量超过7000吨 携带16枚威力强大的 北极星A3弹道导弹 这是一个巨大的物体 具有惊人的战斗力 像往常一样 中国在核潜艇藏身的海域 发出警告 注意 我是中国海军 你已进入中国领海 请立即离开 请立即离开 总的来说 当外国船只的行踪被揭露 听到中国海军的警告声后 都会灰溜溜的离开中国领海 然而 美国核潜艇选择沉入海底 继续在海底活动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当得知美国海军的神操作后 海南军区司令部的人们互相看着 他们没想到美国海军如此如此 一时之间 大家没了主意 敢又敢不走 打的话又怕影响中 美刚刚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 这怎么可能好呢 拿不定主意的海军 只能向中共中央报告 当毛主席听说这件事 他先是沉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 他慢慢的说 美国核潜艇不愿意离开穷州海峡 传我命令 立即派出两个海军旅 封锁穷州海峡两端 并举行了为期七天的军事演习 包围美国核潜艇 传我命令 我希望他们像海龟一样 在海底待上七天 我想看看他们将来 是否敢闯入中国水域 老主席的举动非常明智 既能兵不确认地 赶走美国潜艇 还可以给他们上身课 而难忘了一刻 2月7日晚 南海舰队接到命令后 立即派出第73 74支猎潜艇旅 前往穷州海峡东西入口 进行演习 随即 四艘狩猎潜艇 在相距80公里的 穷州海峡两端猎队 开启舰壳声纳搜索 以搜索潜艇 然后 投下了几枚深水炸弹 穷州海峡 虽然有四个进出口 然而 船舶进出南北水路 和外罗门水路很困难 所以这条大飞鱼 只能走其中一条 即使他这样做了 他也很难在水中飞行 中央派出南海舰队 在沿海地区训练 7374营的四艘潜艇 执行任务 然而 上级没有明确表示 这是真正的驱逐 为了顾全大局 保密 他只说这是一次应急培训 必须严格按照要求进行 由于下达命令的那天 恰巧是储夕夜 编队指挥官 也希望他的士兵 能吃一顿丰盛的储夕饭 然而 士兵们的职责是不足 所以他们必须按照 计划航行到任务地底 对于毫不知情的 中国作战人员来说 这只是一次紧急的训练 说不定国家就是想看看 咱们是不是 能在大过年的时候 也能好好完成任务 于是我们的战士就带着这样的心态 开始在浮标位置来回寻找搜索 我们在这里真的没有压力 但他吓坏了美国在深海的核潜艇 为什么 这艘恶意侵入 中国穷州海峡的美国核潜艇 现在受到了惊吓 四艘中国军舰包围而来 两面夹击 谁不害怕 此外 美国军方此时更加心虚 因此美国水下核潜艇 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他们必须时刻警惕 中国突然投掷的炸弹 毕竟 他们知道他们目前还没有收到过战指示 如果中国开始攻击 他将会成为一个活靶子 因此瑟瑟发抖的美军核潜艇 立刻关掉了所有设备 不敢航行 目前 他只能躲在深海中 试图逃脱中国潜艇的搜寻 然后等待机会逃跑 事实上 美国军方此时的担忧是多余的 因为对现实状况一模所知的 中国军队根本没有发现美国核潜艇 毕竟 中国海军在这个时候并不太强大 这是潜艇上装备的水下探测设备 事实上 检测范围很小 这也是我们的潜艇编队 在七天七夜的巡演中 没有找到美国核潜艇的主要原因 虽然编队不知道 但我们的上级领导知道实际情况 我们的反应如此之快 以至于美国核潜艇一定还在穷州海峡 我们只是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 敌人不动 我们自然不动 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新年的喜庆气氛 说起来很容易 但随着美国总统访华的日子越来越近 为了确保中美交流活动的安全 中方决定给大黑鱼来一手引蛇出动 因此 中国海军立即向执行任务的 潜艇编队发出了撤退令 同时也没有忘记 假装让美国拦截一条情报 你可能会问 美国军队能相信这种情报吗 事实上 在当时美军的情况下 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一点 经过七天七夜的躲藏 美军早已无法忍受 如果他们不上来 不惜新鲜空气 人都要变质 此时 他们怎么还能不相信信息的真假 因此 获得信息的美国军队 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启动了马达 并竭尽全力逃往公海 当你停下时 我们找不到你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 你们这么大的运动吗 因此 接到上级跟踪命令的潜艇编队 一路紧随其后 然而 有罪的美国军队 并不知道中国根本不会开火 他们把跟踪当成追击 加快速度逃亡穷州海峡的边界线 就在进入公海的那一刻 这条被追击的大飞鱼突然从水中跳了出来 中国海军真的很惊讶 直到这时 他们才知道 这哪是什么配合训练的普通船舰啊 这可是一艘核潜艇 事实上 美军的行动是非常任性的 由于他们与尼克松长期不合 知道他即将访华 美国军方决定给这位看着不顺眼的总统添堵 因此派遣核潜艇破坏中美交流 但为什么只派一艘核潜艇 事实上 美国军方害怕把事情做大 他认为一艘核潜艇可以吓唬中国 但被中国海军的几艘不知情的船舰 吓唬并躲在别人的海里七天七夜 真是丢脸丢大发了 而后来 美国核潜艇闯入穷州海峡的紧张事件 以美国军方逃离而告终 中美友好交往也顺利进行